那我们再来看一块 我先请教永宏 是有关于凯旋院的部分 那因为侯友宇一直讲说 我这个房子就是合法的 凭什么呢 一直在讲说 比方说要不要捐公益 他其实不愿意 对不对 他觉得那个钱 我的口袋 我的口袋怎么可能 你随便说叫我什么公益 对学生优惠一点 他其实是不愿意的 那这边的行情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 学生的怒火 他们说 你就是爽当包租公 凯旋院年年都要涨 我们不是韭菜 没关系让人家做盘 那进一步看他们的牌价 它是这样 低楼层 因为它是没有电梯的 所以你要爬上去 爬上去的话 加档什么都要扛起来 所以比较便宜 那如果你是住低楼层的话 稍微比较贵 你正好就去算 说凯旋院每平的租金 是附近学生套房租金的 两到三倍 每一间就5.5平 越高楼层 租金越便宜 那平均下来 每平是3090元 这一个下完标题之后 就有感觉了 回建筑的两倍 如果是这样 我就也要煮回建筑 回建筑这么穿过来说 哇 开讯愿 这样的价格真的蛮高的 你不认识阿满宜 问题你不认识阿满宜 你又没法打去担回建筑 我想国民党现在跟侯友宜的 说法论述就是两个 第一个叫做 他说我这个是合法的 对 第二个叫做 我这是市场机制 不好意思 你那个有没有合法 你那个是用 透过行政程序上 给你的合法 但这中间我觉得瑕疵满满 第一个 为什么一栋房子 可以切99个门牌号码 这是最大的关键 为什么切99个 第一个 他的税会比较低 因为你的总面积少 第二个 你切99个 那你做宿舍 你就规避掉了宿舍的安检 宿舍是这样 我好多间套房各自出租 这个不叫宿舍 叫做套房房间出租 但是当你成为一个宿舍的时候 你宿舍的安检 不管你是H1还是H2 不好意思 有另外安检 你为什么要切割成99个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公务员出身 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个 是不是合法 这叫行政程序在掩护你 行政程序当初是谁掩护你 就是他现在这个地震局长 这个汪李国 就是他掩护你 你说是不是合法 是合法 但同样 我们就是将心比心 将屋比物 来 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尤其你现在住新北市的 你们家只要是 你比较好的 你有一栋公寓 还是说你有一栋套天的 你缴税之前 你下去跟新北市政府说 我要跟侯友宜市长一样 你把我家分割成三个门牌 还是我家六个房间 每一间房间都要一个门牌 如果你不可以 那就证明为什么侯友宜可以 不要再跟我说那个合法 我当然知道合法 这就是我跟你讲 这个行政程序上 有很多可以处理 为什么他可以处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处理 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有家 你现在要求起庆库 你把侯友宜的这个带过去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讲市场机制 那什么市场机制 附近就没有宿舍 这叫寡占市场 寡占就是你要化解 但是反过来 寡占也是你要降价 你就可以降价 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一个说我关心居住正义 我关心年轻人发展的 我先请问一下 你的租金每个月就算降三千块 你会赌吗 不会嘛 为什么 来 他先不听了 不可能会赌 他真的吃饱喝煮 我跟你讲 这是附近 文化大学附近的这个 这个叫 不叫实价登陆 这个叫实价租金 好 他们最近文化大学附近的 人家是电梯 你还没有电梯 人家在电梯套房 每个月一万六 电梯套房 人家几坪 十坪 有电梯 十坪是你的单 没有还有电梯 这算算了 里面还可以住三个人 因为大嘛 对不对 人家心 里面还有这个 有个客厅 有个这个厨具 拜托人家租金比你少 面积又比你大 还有一个电梯 你说这个叫市场机制吗 照常说 你贤贵不要租 问题是文化大学附近就没有 你要有足够的货品 才叫做市场机制 你这个叫做独占寡占 寡占是什么意思 寡占就是只有你有 所以现在人家文化才要另外想办法要去处理宿舍 人家文化的校长发了一个 这个如果说只是我们讲的就算了 文化的校长发了一个文大宿舍案 前校长 对前校长 五万亿前校长发了一个文大宿舍的声明稿 当然前面我很快带过去就说 他就在讲说文化大学 这个宿舍是长久的问题 这真的长久 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 我很多好朋友 他是住在山下 我家就住在山下那个枝山站那边 很多好朋友是 为什么他要每天骑摩托车或坐 坐公车上去走仰德大道 因为山上很贵 房子少 不是就算你有钱要租 比如文化大学 我跟你讲 侯友宜那个他就算在涨价 还是会有人租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要住那边不然你就麻烦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是 有钱也租不到 所以任由你坐地起价 所以他们才要跑到士林 跑到北投 跑到石牌来租 你看所以他前面讲的 这就在讲说 这个宿舍很重要 我们有这个需求 重点在后面 重点在说他们也一直在谈 这个大群馆 这个什么 就简单讲就是侯友宜的那个 然后希望价钱 希望他说 这个溢价时 本人曾提出以 顿售物价指数 作为每年调整租金的 这个基准 但对方 对方是谁 侯太太 侯太太是谁 侯友宜的 不 对方坚持 每年要调整5% 不然不肯出租 对 重点来了 我们股票投资有办法 每年都调5%吗 每年调5% 很适合 其实是很适合 你知道吗 这个比我们很多基欧股 还厉害 每年调5% 公务员也没办法 每年调5% 然后如果我们的 哪一个国家GDP 现在成长 如果每年超过5% 那都很厉害 你每年调整5% 这叫什么 这叫做坐地起价 这个叫做说 因为只有我有 你不行 所以文化大学要跟他租 他要这样调整 好 然后不租的时候 自己更狠 你现在 他的断理都这样 我给一个这个物流工 物业管理公司去处理 我就断点 所以不是我长 他长 拜托 最后那个收利 获益是谁 是你 我说真的 侯友宜 你如果要学 我说真的 这是很好 你可以展现说 你是有佛心的人 你可以探级 你有资产 但你可以去回馈 去捐或降低 如果没有 这件事就显示了一个什么 你的居住正义是假的 这一件事也显示什么 你就是要做行李 就是要做行李 尤其你连跟学校团都说 我要每年固定掌五% 干什么呢 因为文化大学宿舍 那个凯旋院的那个争议 然后赵少康就帮腔 他说 那是民进党的选举追杀 就变成是民进党的问题 这本地是宿舍是四人一间 变成两人一间 因为分摊的这个人数不一样 所以钱当然也比较贵 所以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问题 这个很奇怪 这几天的讨论 包括国民党所有的发言人 第一个他们说这是市场机制 其实各位万大板 其实市场机制 赵少康今天讲得更狠了 他说那你不要租啊 租不起不要租啊 你可以不要来租啊 这种态度 你让文化大学学生教家长 听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一开始就说 为什么他会长这么多 什么原来一个月三千多 现在保到一万六 是因为什么几年前 民进党揭发这个事情 所以文化大学就不租 侯友宜的这一个宿舍 侯友宜你文化大学不帮你租 你就自己租啊 那你自己租你也可以租三千多啊 为什么改成你自己租以后 你就要租一万六千多 我这一点我一直想不懂 你说你整栋做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跟你说三千多 你现在你自己租 你说市场机制 所以你要租万六万千 今天李正浩也把附近 所有周边的这些租金都查清楚了 差不多是隔壁的 附近的 差不多的 差不多两三倍 这都是事实 那你不降就不要降 你没有必要今天赵少康 还跑出来讲说 不然你不要租啊 贤贵不要租啊 这做不少人的 你以为人家很想租是不是 但是国富是中的 那是家庭听了 你讲这种话好像是说 我就是这样啊 市场价格是这样 你也不一定要出这个 我再讲一遍 市场价格 隔壁你一个月做一万 你也可以做八千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多少 2000也是超过的行政啊 虎佑你如果要用行政来说 代表这条在做行李 这条在做行李才会说到行政嘛 那你如果说 这是你母家族在那边放下来 要稍微核心的 那你有点同理心吧 贪很多了吧 贪很多年了 有夠了吧 你如果要做公益 这个东西也可以拿出来 部分拿出来帮助这 那些经济跟买的家庭的 小孩 文化大学 这都做得到 而且这是侯友宇 你现在马上 就可以做得到了 其实你 今天赵烧康出来 说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想象赵烧康当年 两三个星期前嘛 不是炒大公 他二十九月就买房 炒大公 他没钱 可以去到五十七百的 这个中国嘛 这东西相对起来 那相对保险很重 那就是 他都很贪钱 他都很多财产 你如果要跟我走 要不要随便你 这今天 对我来说 我听到这句话 我是完全吓一跳 因为到掌危机 收尾发言人 都只是讲说 这是市场机制 赵烧康今天的讲话 更狠了 他说那你不要租啊 没有人叫你租啊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残忍 赵烧康一贯 他对年轻人 这些学子 嫌贵就不要租 要买房子 你不要买 他都是一贯 都是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益川哥 在台南教书百忙之中 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